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元朗站你想上车就要起码要等三班车 而且是很逼很逼的,看不到气了 港铁是香港的交通命脈 乘客量年年增加 到去年已经超过18亿人次 在繁忙事端 乘客上不了车的情况 几乎每条线都出现 实在现在的信号系统已经是用尽了 在港岛线、荃湾线和观塘线 我们已经是不可以再增加更多的车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 这个信号系统的安全设计 是不容许我们再增加 行到更多的车 为顾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是港铁一向的承诺 不过,近年除了车厢击壁 很难上车之外 乘客还因为港铁 频频出现故障而大受困扰 港铁的服务 是不是已经超出负荷呢 阿天住将棍澳 每天都要过海去湾仔上班 早上繁忙时间 将军澳线的车厢逼满乘客 他说自己经常都因为上不了车而迟到 下一站北角 乘客可以转城港岛 有一次我试过是等五班车 在北角站转车的隧道 是搬一条隧道排满人的 当然很辛苦,很迫 上车后,我站在门边 门又关门,也不能关门 关门又吞着气 可能一关门就令你很痛 当然这个情况 作为市民,我们希望港铁的服务 可以有进步 下一站,收拾完钟 乘客可以转城港岛线 往柴湾沿途各站 那就팅 Alert 来源 根据港铁提供的资料 由将军澳站去湾仔站 行车时间应该22分钟 不过原因对每天 printedожет 要的要整个小时乘坐地铁 很感到幸福 其实在将军澳站就等了两班 在北角站就等了三班 我八點鐘音樂,現在十九點鐘才好 我覺得不太多 之前有一條巴士線 在將軍澳出港島 但很可惜前陣子巴士公司停止了 因為營運問題 某程度上,我是逼你坐港鐵 根據運輸署數字 由2004至2012年間 港鐵總乘客人次 由不夠12億,增加到15億5千多萬 增幅超過三成 遠超同期的香港人口增長 這個增幅也超出港鐵原先的預期 會很擠,因為太多人了 真的很多人 不是說你不介意去逼 而是你想逼,你也逼不到進去 黃太是元朗居民 細鐵是他出市區的主要交通工具 為了避開人潮 他有時選擇搭倒頭車 去上一個站上車 有時我自己很不舒服的時間 例如出去看醫生 我就不會坐這邊車 我就是坐在原車 浪費多20至25分鐘 坐著吊頭車 回到原車回到團圓總站 再原車不下車 然後坐車回來就有位置坐 西鐵之外,搭輕鐵一樣那麼擠 這日下午,黃太由元朗出大堂路買菜 雖然已經過了繁忙時間 月台還是逼滿乘客 其實在這裡,這個位置,有多寬 你站在這裡危險得不得了 有一輛車下來,失本了人 街市這邊有很多人走過來 你站在這裡不知怎算好 這邊有私家車,有巴士,有小車 這裡有輕鐵 那裡真的一米都沒有 最危險是那裡 一米都沒有 我們站在中間那裡,跌那麼多路 後面就是輕鐵過的 你沒理由增加了人口 人家走不到站不到那時候 你才去搞馬路 他不派餅 黃太因為不滿意港鐵的服務 於是加入居民組織 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 試試先站四個,試試先四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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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站進去,基本上可以打架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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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街坊最不滿的 是港鐵一直低估車廂的擠迫情況 好像長期以來 他們都是用每平方米 企六個人去計算車廂的飽和程度 嚴重高估每卡車廂的載客量 到最近,港鐵才公佈 應該用每平方米企四個人來計算 好,幾樓,幾樓 根據新的計法 將軍澳和東鐵線 在繁忙時段的載客量 早就超出負荷 當中,將軍澳線的載客量 更加達到100.6%的水平 顯示長期超載 我希望給港鐵的壓力 讓它增加多些班 即是買多些車卡 你能不能賺這麼多錢 那些錢人在做甚麼 你當然要增加這些服務給我們 對不對 只懂得收錢,錢懂得賺 又懂得加車費 但是沒有好的服務給我們 要不然有壞車 要不然就上不了車 那對我們來說是不公平的 對市民 有車嗎?有車嗎? 131車 131車,擺放多少路? 梁志剛是輕鐵車長 亦是港鐵基層員工的工會代表 他說,擠壁問題不單影響乘客 對前線的員工同樣帶來壓力 輕鐵最初的設計 我猜他都不是想著這麼厲害的客量 自從有了西鐵 只是他的客量才有這麼飆升 公司也要做一些事 去舒緩乘客的壓力 令到所有乘客都享受了旅程 不是去到旅程中 一味是鬧 馬上埋怨上不了車 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冷眼旁觀地看 我們身為一個司機 都非常沮喪 有時無奈就說時間已經過了很久 但仍然是關不了門的時候 令到我們工作的態度 當然希望的乘客可以上升 但如果繼續這樣逼下去 那輛車就越來越前 是一個骨牌效應 整串車就會倒閉 那個時間的心理關口的增壓 究竟關門還是不關門 你關門就可能能夾到他 不關門就越來越前 輕鐵是死症來的 我離開九鐵之前 2005年我們訂了22卡車 今天港鐵告訴我們 是在2011年才投入服務 即是說由訂車那天到投入服務要6年 我問他那22卡車之後有沒有訂過新車 他沒有 你今天准不准訂新車 他沒有計劃 即是說肯定未來6年 不會有多一架新的輕鐵卡車 他又不准訂新車 未來6年洪水橋已經多2萬人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計時炸彈 就是一個荒謬之處 田北辰曾經擔任九鐵主席 他認為造成港鐵擠迫問題 最大原因應該歸咎港鐵管理層 和政府對鐵路規劃 缺乏前瞻視野 逆施落後 過去10年樓又不起 地又沒有提供 接著新的鐵路也沒有做到 沙中線其實一早已經說了 現在遲了整個五年 所以過去10年 其實所有新的規劃都沒有做到 在前面的箱裡做一個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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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波口位的情況是怎樣 好像它壞了 可能會影響列車的運動 尤其是轉路軌時 有一個路軌轉到別的路軌時 就會有些影響 黃元活負責維修鐵路的訊號系統多年 他承認港鐵近年乘客量不斷上升 令員工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 一有所謂的霸鑊 我們就第一時間一定要先解決 先回復服務 變成我們不是即時的工作 可能要先放下 先做了即時的維修 但不等於那些事情不做 那些事情都要做 變成有很多時候 同時休息都回來做 就積累了很多工作壓力 大家看到 我們的服務承諾又不斷地提高 例如加班次 乘客又多了 各方面 很多紳士陸陸陸續續開 有很多人退休 如果這個情況 如果公司再不加強 招聘多些人手 這裏就肯定員工壓力越來越大 可以說十個茶煲 九個蓋都沒有 七個蓋 除了前線人手不足 身兼港鐵工會主席的他 還批評管理層 將部分維修工作外判 影響服務質素 好像試過有外判商 因為不夠人手應變 要臨急抽調港鐵的維修人員過去支援 例如跟營運有關的核心維修工作 或者營運的東西 是直接影響服務的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是不可以掉以輕心去外判 港鐵一間 沒有其他公司可以有本地的員工 有這方面的技術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再外判的話 你只能夠可能嫁低者得 就算外國公司也請回地區的人去做 其實我看不到有甚麼好處 政府為加強監察港鐵服務 去年引入一個 事故言誤服務罰款制度 實施一年 港鐵已經被罰2700多萬 而去年全年 服務延伍8分鐘或以上的事故 一共發生143次 平均兩日半就有一次 今年年初東鐵線兩次事故 更加是跟電力系統的絕緣體質量有關 結果要全闢更患 令到它會產生高熱 然後又會脫下來 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的何教授 受港鐵委託去找出事故發生的原因 給電在這兩個部位 然後看看它中間漏電是多少 我現在看著 如果有電在這裏 它會不會經過這塊玻璃 流到過來這裏呢 理論上是漏不到的 因為是絕緣體來的 我們的調查發現 就是我們相信它在生產過程裏面 的品質是出了一些問題 但是一般的測試 是未必能夠找到這些問題的所在 現在我們引進了比較先進的測試 我們相信 起碼這一方面 我們是能夠控制得更加好 為了安全起見 他們決定 將所有緊要部位的鑄圓體 完全用西鐵或馬鐵的鑄圓體來代替它 他們已經換了 我們也用它測試了五百多隻 何教授說 早在事故發生之前 他就建議港鐵用光纖感應器 提高日常維修效率 但是對方一直都沒有回應 到發生連串事故之後 最近港鐵終於接納它的建議 我們可以將一些 用光纖製造的感應器 裝在路軌上 在那裡可以看到 車輪和路軌的反應 如果車輪是有點崩了 又或者那些bearing 是有些東西卡住它的話 其實我們是感應到的 讓它知道這輛車可能有一點問題 今晚要維修 或者盡快要維修 我們打算在今年之內 是在地鐵的所有線路 譬如觀塘線、港島線、荃灣線 全部都安裝了 這套相似的系統 為了舒緩列車擠迫情況 港鐵月初開始陸續 在多條路線加密半次 每星期合共增加三百多班列車 元朗站這早在八點十八分 亦加開了一半斜 其實可不可以叫他 地氣真的數一數人數 這樣究竟現在一平方不是多少人 我的子女就是八點鐘左右上班 那就是要堵塞得很緊要 你看這時間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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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電這方面 它今天已經飽和了 沙中線落成 它多14%的capacity 是頂光了 但是洪水橋有十幾萬人會搬進去住 新界有很多很多樓盤 所以到時的14% 一會兒就會吸收 還有它那條西鐵線 會延伸去屯門碼頭 如果一延伸了之後 現在這個美站 朗平和元朗這兩個站 大家今天看到 最荒謬的地方 就是八點半 你香港有哪個鐵路站 八點半進去 要等三輪車才能進去 這是最荒謬的地方 繁忙時間長期超出負荷的 將軍澳線 朝早繁忙時段 每個小時亦增加了兩班車 阿天上班 發覺在將軍澳上車 的確無以往地擠迫 但是去到北角轉車 月台就依然逼滿人 北角永遠都是一個進鏡位 你加到多少車 無論是漫漫時間 康城加多番車都好 個個都要在北角轉車 北角轉車 港島線你不加的都是一樣出事 長遠希望真是盡早規劃的北角島線 大家不用迫 我們希望最快在2018年左右 我們全灣線可以有新的信號系統 可以換上去 到時載客的容量可以增加大約10% 隨著沙中線在2018年到2020年 分開兩個段落的開通 我們相信客流會得到很大的舒緩 在2020年之後的鐵路發展藍圖 我們今年三號就會公佈 政府方面是會督促港鐵公司 在這方面盡量做得好一點 令到不會落後於我們發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 亦都要看在發展 或者擴大我們的交通網絡的時候 我們面對的制衝 無論我們建立鐵路也好 甚至我們建立道路 其實在興建的時候 其實都要面對對周租環境的影響 我們走線對周租的地區影響 亦都有一些時候 社區上有時候有意見 一方面我們希望有鐵路多一些 有多一些道路 另一方面當有道路的時候 當有鐵路項目的時候 亦都可能會有很多顧慮 我們希望盡量去平衡好 港鐵乘客越多 不滿港鐵服務的聲音就越大 雀輛增加班次並非自本之道 要舒緩現在人逼人 上不了車的情況 難道真的要等到2018年? 我��視乎說 我們不論如何